今早一家大小,我身邊有早前在Beanies和I love a show 合作 所謂認識這位Beanies的成員 有請王健儀,Winkey,早安 早安,Hallo,Yaujin 現在很久了 對,很久了,而且我現在看到Winkey在我面前的笑容 其實之前在我的 show 認識你的時候 是沒有的 不是沒有,沒有那麼多 我想的原因是因為早前的 show 其實對於Beanies都很重要 有很多事情都很密羅緊固的發生 無論你們的彩排或所有的歌曲 什麼時候來到 所有事情都很緊張 所以我不否認當時我一次過認識你幾位 可能我Jamie會早點認識 但是一次過認識Beanies的其餘幾位成員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精神狀態是比較繃緊的 是啊,我也覺得 因為首先就是那時候 包括你們同一時間 除了做Beanies的重演之外 都在做自己的歌曲的過程 其實經常都說 女團成員只要顧女團的歌曲 其實都用了不少時間 但是好像你們的運作模式 就是除了Beanies之外 各自的成員都有自己的solo作品 而剛好在之前的show 我可不可以算是 不單止是這首歌 因為初初出生後 就是你最近的最新的排隊歌 上一首 喵喵喵這首歌 就是 我算不算上是頭幾個人聽呢? 是的 也算是 是啊 很好啊 有這頂皇冠 因為那時候第一次就 原來Winky是喜歡走這種曲風的 因為還沒有完全認識你們 所以原來也很驚訝到我 會走這種曲風 是的 我記得其實show 也是我出了一首歌之後 頭幾次 甚至是第一次真的Live唱 是的 所以其實是我第一首歌 所以其實那件事是很緊張的 是的 大家都很認重的 是的 既認真又很認重 是的 像Winky所說的 大家的solo歌 都很大機會是第一次在這個台上出現的 所以第一次給大家聽 當然希望是變得最好 是的 所以當時一首那麼Jazz的歌 都令到大家覺得 都以摸一身的感覺 不知道原來Winky是喜歡這種音樂風格 延伸到這次也是第二種個人作品 但是也延續這種風格 就是我初初出生後的這首歌 但是反而這首歌的歌名 就令到我會想起 其實每個人的成長階段都很不一樣 現在大家認識到Binis 認識到Winky 他們做女團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作品 有些是pop的 有些是EDM的 有些是groovy的作品 但是Winky一直以來的音樂成長過程當中 是不是從來都在流行這個世界上 掌握還是不是 以前都是有如大部分的香港的小朋友 都是經歷過先學古典 然後因為不同的原因或者不同的契機 才會轉去流行這個地方 其實我會形容我小時候都很喜歡流行音樂 但是因為我小時候是Join Choir 我的音樂之路就是由Join Choir開始 一直在唱一些經典的東西 還有自己會 然後大學也是讀經典的音樂 所以我會說前半的同年 你是不是差點說了前半的人生的小生 對 我好像錯了 大哥 你做了很多年要活的 但是那是Tutchwood 所以是我的童年其實也是從經典為主 但是我想說 剛才Winky就說 以前都 雖然在經典的地方長大 但是你都聽過 你都接觸不少POP的音樂 那時候接觸流行音樂的原因 或者那個契機是因為我亂說 即是你家人會聽 他們推介你聽 或者他們會跟女兒 這個歌手很厲害 唱歌很厲害 是不是這樣的一種呈現 我真的沒有特別想 因為其實我家人又不是音樂的 所以 但是可能 你這樣問我又覺得有些關係 例如以前坐爸爸開車的時候 他播的那些歌 其實我現在回想 其實我都很喜歡聽他聽的那些歌 OK 記得那時候是聽什麼歌嗎 哇 我真的考慮我 有的 四大天王 不是的 很搞笑的 他以前有個電話鈴聲 用了20年 那個電話鈴聲是 浪斌那些 不是 我也是不猜了 是一首陳展鵬的歌 是一首合唱歌 是一些劇集歌 好朋友最喜歡的歌曲 好朋友的歌曲 是的 不知道 原來 可能我也有受我爸爸的影響 現在回想起 所以那時候 美其鳴也算是他們 給一些流行音樂的種子 是的 但是女兒偏偏走去古典 但是沒問題的 如果女兒喜歡就OK 那之後 好了 一直都在古典這方面去成長 包括你大學讀的音樂系 包括你自己加入的 choir 甚至Acapella 都是跟古典比較密切的關係 到之後真的再回去 或者再想去做流行音樂的契機 或者那個時機是什麼時候 其實呢 我覺得那個轉捏點 是加入了陳輝洋城女星合唱 雖然她也是一個合唱團 但是唱的曲目 始終都是流行曲 其實那時候騎著兩邊 是的 我覺得這個契機 令我練習也好 因為我以前呢 參加那些歌唱比賽 就是流行曲那邊 嗯 就永遠都是第一回合就被人淘汰了 因為就是 唱開classical 那個唱腔是不一樣的 或者不容易接受到 所以我覺得 入了陳輝洋城女星合唱 是幫助到我去 用其他唱腔去唱歌 嗯 然後因為其實都唱了很長時間 那就慢慢慢慢把腔 就是兩邊去轉 開始可以classical 又會有classical的腔 唱pop的時候 又可以轉回一個比較pop的腔 嗯 那就慢慢去找到這條路 其實是多一個variation 是的 就是多一種可能 可能以前唱classical的時候 男女會覺得 我就是要 stick with 這樣東西 就是我要黏著 我要黏著這種唱歌的特性 是 令到自己可能在classical那些 所謂叫做 projection 就是更加 solid 就是更加穩固 但是一直以來 有很多以前可能的技巧 或者能力 都可以應用到在流行方面 而剛好陳輝洋女星合唱 就是那種 他需要大家有很牢固的 古典音樂的一個力量 嗯 但是唱的歌 或者選擇的曲目 就是流行曲目 是 就是一種這樣的crossover 令到你們可以大展所長的同事 又在學一些新的東西 是啊 所以我覺得那幾年 是吸收了很多 尤其是錄音 因為其實他也錄了一隻碟 那時候真的日以繼夜 夜以繼日 12個小時錄 其實真的進步得很快 嗯 我想說那時候 在參加很多不同合唱團 或者是不同工作在新的時候 因為之前在麥克 就跟Winkey 其實Winkey在以前做過老師 是 是不是就是那時候 就是又忙著教育的東西 一方面又繼續堅持自己 做合唱團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呢 因為其實是我大學畢業之後 第一份工作是做一個中學的教育 TA 那時候又剛好是COVID的時候 所以 所以 我反而是覺得 那時候是讓我找清楚 究竟我想走什麼路 是 就是不喜歡 是不是要去到這樣 還是不是我最想走的路 是啊 後者後者 是啊 我幫你搭一搭 免得你當年的教授聽到 是不是 因為 我會說 其實教學 是有它的滿足感 但是 又 當下 又感覺到 不是我最想做的事 於是 我就轉了工 是 你過了自己的一關 你說服自己 我是真的 比較喜歡走音樂的這個老徒 但是可能 你一邊讀書 或者你考的東西 都可能難免跟教育有關的時候 你過了自己的一關 你的家人 對於你 由教育界 轉戰 音樂界 他們的想法又是怎樣 那 可能因為我本身 選科的時候 已經選了音樂 他們都知道我是走音樂的 是想你成長一點的 在我當老師的那段時間 我家人都會有一些想法 就是 其實你這條路很好 你將來就怎樣升職 然後去到某個位置 就當校長了 就是那個晉升階梯 立即拿那個晉升階梯的表出來看一看 然後做系的主任 逐個Tier去看 所以其實 我覺得一開始 我說我要轉工 那當然 因為我之後也是一份全職 沒有做學校老師之後 其實我也是一個全職 都有穩定收入 那他們就沒有很多的想法 只是都會覺得 有些可惜 因為如果你做老師 很明顯你會看到那個晉升 嗯 相對穩定一點 相對穩定一點 但是我覺得我家人也是非常支持 最重要就是我 救自己的生活 又可能給他們一些家用 但是對於你當時決定了要做音樂的腦 包括之後加入了Binnie 成為女團的成員 當 當 當時要選擇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對於你來說 掙扎得久不久 或者其實沒有什麼掙扎 反而我最想做這個 所以當時 一聲就決定願意走音樂這條路 嗯 我覺得是 原來我的內心是想做 嗯 我終於承認自己是想 因為 以前很多時候是一個群組的形式去存在 可能是CHOIR 我又玩中樂 我是中樂團 唱就算 A Cappella 都是一班人 其實是大家想做什麼 我就附和大家 去做這件事多一點 是啊 或者其實我是享受在一個 就是 大家一起做這樣的 這樣的 這樣的氛圍 所以 當時一說做Binnie 其實我的想法都是 好啊 大家一起做 就是有一種 都是一個群組的感覺 所以我就沒有 想很多 會不會有很不同的路走出來 我只是覺得 挺好啊 又可以有些新的嘗試 但是又是一班人去玩 嗯嗯 所以 以前可能會多些是附和性質 但是 當入到Binnie's的時候 我覺得是 Winky自己都問自己 是不是自己喜歡做這個 其實我是不需要 跟一班朋友一起玩的 有時候都要問自己 是不是打從心底 想做 打從心底 喜歡 是 我會覺得 其實兩種我都喜歡 就是跟Binnie's一起做 那種chemistry 還有 那個氣氛 是很開心的 嗯 而當你自己做自己的時候 原來是有不同的感覺 或者 遇見的人 又會很不同 所以 其實我現在 大家這個狀態 就是有自己solo 然後又有Binnie's一起走 是很有趣的 那個感覺 是 剛才也問了 在決定由教育工作到之後 轉戰音樂這方面 其實當中就不算太多掙扎 只不過是問清楚自己是否想做 還有是否喜歡做 那到最後 因為 愛人體 或者可能 你選擇做 或者你家人就會有些不同的想法 哇 可能以前的工作比較穩定 現在做歌手 雖然可能沒有那麼穩定 包括你養活自己這方面 可能都沒有以前做老師那麼穩定的時候 當真的做下去了 那個感覺是否都 會覺得 雖然是未必那麼穩定 但這件事始終是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願意去採取這些危險 即我願意覺得 即哪怕是沒有那麼穩定 我都總有辦法 可以找到自己生活的方法 這樣 是啊 還有我覺得這個位置 就是家人都會支持我的 嗯 即他們有時候都會說 欸 你夠不夠用的 要不要我給你一點零用錢 即他們都會這樣問候一下 即雖然我們平時不會說 我們不會很堂開心飛去談很多事情 但是去到這些位置 他們都會這樣去 用這些 這樣的語言去支持我 嗯 都是一種支持 是的 反而其實 其實在賓尼斯的幾位成員當中 其實當然其他成員都是之前認識的 是 然後再做賓尼斯 但是我覺得 因為賓尼斯玩的音樂 跟之前大家認識的時候 玩音樂是很不一樣的 是 其實可能隨著大家 一起向流行音樂進發的時候 其實可能彼此之間的成長 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Winke覺得自己在 由古典慢慢走到流行的時候 現在的王建宜 在哪方面的成長是最大的 或者是最有多些不同的地方 最有多些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是我的自信心 嗯 我不會說現在是100% 很自信 但是真的比起以前 可能站出來表演多些 是開始會懂得怎樣去看自己 是的 就是以前會覺得 嗯 總之我在群組裡 我不會突出來太多就OK了 但是其實 原來不是的 反而有時候 你自己套得太多 套水 太拉回 其實會看得很明顯的 在觀眾的層面 是 其實我相信是關於一些 以前古典訓練裡面的一些 記住的教訓 或者記住的一些東西 就是那時候 古典經常都說 我們不能突聲啊 是啊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 OK 這是我們的合作之間 我們不突聲 我們就盡量去做一個 很blend in 的效果 但是原來當應用到 由古典到能的時候 原來反而是要大家多些 突出大家的特性 才會令到這個組合 有多些不同的東西 讓大家聽到 是 就是那種和而不同 就是大家 是有不同的性格 而都是很好看的性格 而大家困在一起 是有什麼火花出來 是 所以幾位不同的成員 他們喜歡的音樂風格 都非常不一樣 是的 而Winky 就繼續專門在這個很爽 很有moody的地方 所以剛剛你的這首 新的拍攝作品 聽聽 就是《初初出世學》 這首歌 稍後分裂一家大小 繼續有汪堅怡 Winky 在這裏 一家大小 有我們這家人陪你 嘻嘻哈哈 馬上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按個小鈴鐺 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 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 商台節目重溫 到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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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晚了